来看法庭消息 我国外部情报局前总监拿督哈萨纳 三年前涉嫌滥用超过5000万令吉公帑 被控刑事失信罪 高庭今天宣判当庭释放但不代表无罪 在控方告知案件有新进展 暂时不提控哈萨纳之后 高庭法官拿督阿莫沙里尔认为 控方的理由合理 所以裁定释放哈萨纳 但不代表无罪 控方也保证未来还会提控被告 哈萨纳被控在2018年 在部城首相署犯下罪行 抵触刑事法点409条文 一旦罪成可判监不少两年 或者是不超过20年 边吃或罚款